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刘世良案, 你说又讲刘世良案, 这件事差不多都要去到埋尾阶段 因为刘世良不回应的话就很麻烦, 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以后不讲, 但刘世良要回应很重要 那你说我以后会不会继续讲这件事, 要继续去使刘世良讲这些, 看看有没有新的事证 所以我不会被这个新闻拖着走, 不会被这件事件的新闻拖着走 但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像徐少华所说的, 这件事一天刘世良不道歉 我想作为一个评论人是需要把这件事讲清楚的, 尤其昨天我说过聂德宝 这个澄清的声明, 尤其是非常清晰地讲清楚, 责任在哪个地方, 谁讲大话等等的问题 这件事是要刘世良夫妇公开回应, 聂德宝这个声明的 我不是搞什么电视唐人街, 不是搞什么中华文化DNA, 我只是说尋找到这个真相 这个涉及到我们是不是继续去姑息一些, 继续讲假话, 尊重, 不是尊重真相, 而不是尊重善良 不是说真是美, 而是搞假恶丑, 这样来反共的方式, 是不是对的问题 我这一集会引申多一些新的资料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同时我也会继续关注很多件事, 譬如说我今天, 我早上做这个央广的广东话节目的龙影 然后下午有余杰的新书发布会, 讲李光耀和李登辉的比较, 很精彩 夜晚也有做这个廖小军的这个节目, 当然现在你在youtube 或者在我facebook 都找到 这个节目说什么呢, 528清了行动, 全台湾13院士一起来抗议 关于这个反黑商, 反国权, 反亡国的这个基本的行动 会不会冲进去呢, 机会很微, 因为很难去构成, 或者是符合到公民抗命的条件 还有就算不要说公民不公民抗命条件, 现在你想想刚刚国会改选 今年2月才改选什么, 现在你说立刻要做一些行动, 要冲进去的话 我想时机未必是一个适合的时机, 过到之后有些什么的mitigation strategy 有些什么的换和政策, 实际上这些这样的法案, 将他们的恶性减到最微 依然是有步骤可以做的, 我想明日或后日, 我找时间再跟大家说 明天当然要, 因为明天是, 我知道陆委会在台南 有举办在台南的一些, 对于香港再台港人的说明会 关于居留和定居的一些沟通会, 这些情况已经办了很多场, 由淡口一直到淡水淡口, 一直到桃园台中, 基本上我没有一场都参加了, 除了高雄一场我没有参加了, 明天这一场我都会去台南一趟, 希望大家明白, 我一天都是为了这些事奔波, 绝对不是说整天在说刘世良, 没有这样的事, 另外明天晚上也会去到现场, 很多朋友都约定我, 明天可不可以晚上见到你呢? 在各方面, 我明天会去, 夜晚会去到, 不是明天, 因为我录的时间是夜晚的时间, 即今天夜晚, 5月20日的夜晚, 5月28日的夜晚, 就会去到这个青岛东路啊, 记住啦, 你Facebook不要写青岛东路啊, 写青岛东就行了啦, 否则你说的路, 青岛东路死的字会被人压流量的啦, Facebook的流量密码跟大家说明先啦, 去到这个青岛东路和浙南路, 两条路都会有啦, 两个台, 排了班的啦, 有关的资料我放在Facebook的啦, 曹兴成会去啦, 吴约人会去啦, 其他不同的港姐都会去啦, 基进党会去啦, 很多的一些团体都会去的地方发表演讲, 每个演讲都20分钟左右, 不可能继续讲书嘛, 大佬,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spirit提升, 提振出来, 这个是紧要, 那当然我不会去讲啦, 这些不是我身为要做的事啦, 但是廖小军今天的节目, 我都会讲到我的评论的啦, 今天也访问过, 安建明这个总召集人啦, 那我都是相当清楚, 就是比较一下, 什么叫做呢, 听征调查权, 就是民进党在这个九十年代初, 冲击这个威权体制之下, 想要用的方法, 和现在, 当权之后的情况, 面对的不同嘛, 当时就用国会的听征调查权, 冲击这个威权的专制的体制, 国会全面改选, 总统直选, 完了之后,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历史阶段, 九九年, 李登辉主导, 修宪, 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现在就不是, 就是不是行宪, 而是希望用这个方式, 在宪法的框架之下, 尽量偷鸡摸狗地做一大堆的东西, 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对呢, 我相信大家是自有功能啦, 我想大家支持与不支持的人都有, 我想详细的分析留待明天, 或者今天稍后的时间, 和大家在座分析, 讲回刘世良案, 自从聂德堡发出的澄清声明之后, 我想都总结了四大点, 第一, 我们邝永圈2017年1月16日以短信表示, 我们短信表示, 我们很想重整, 很想重整乔叔的图片, 出版他的攝影集, 乔叔说约十年前, 南组将他任职时的照片抄了一套, 如果出版, 他们南组会追究版权问题, 有没有解? 矿女士说, 知识到早于2006年, 在多伦多有NGO曾经替乔叔出版的一本图集, 只剩下两本, 这些是珍贵的资料和相片, 失存了就没有了, 我愿意承担制作费用, 并将收益作慈善用途, 但我不会人在南组, 企业可不可以帮忙呢? 这个是整段, 补充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段是Direct Quote, 而且, 我可以这么说, 我很清楚, 可以跟大家说给大家知道, 我作为一个证人, 我看过WhatsApp的画面, 但这个版面,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聂德堡女士, 就没有把它放在Facebook的帖文下面, OK? 所以可以这样做, 是一个真实的Direct Quote, 而不是老作出来的, OK? 你这样老作, 聂德堡女士, 能够将Joyce, 能够将这个地方拿出来呢? 就是检, 楼和矿是不值的, 这是第一点, OK? 楼矿有责任去回应这些说法, 而刚刚讲的每一点, 包括楼矿两人, 在7分钟24分钟影片, 多次强调, 是乔宿要出摄影集, 刘世良勉为其难, 要去找南祖拿版权, 这个和聂德堡女士, 她说的就是, 刘与矿, 在1月14日完成访问之后, 1月16日就, 邝永圈联络聂德堡, 就已经表明, 很想重整乔宿的图片, 出版他的摄影集, 就是说, 整件事要做2017年的上书局翻版书, 盗版书, 没说翻版,盗版书, 基本上是, 谁是起意的呢? 就是楼宇矿, 整件事开始有意图了, 而且他说大话, 7分钟24分钟短片, 和聂德堡的说法不一致, 而这件事, 是有当时, 邝永圈传给聂德堡的WhatsApp记录, 作为邝永圈当时讲的证据, 白纸黑字, 并非口讲无憑, WhatsApp的并非一段, 录音的讲话, 是文字写出来的, 清清楚楚。 第二, 2006年多伦多有中侨出提, 乔叔出版的图习, 只剩下两本, 我再说多次, 很重要的, 2006年这本的图习, 只剩下两本, 即是他明知有2006年的图习, 然后照样去copy, 照样去重制, 95%的内容都一样, 包括上面大部分的layout, 和上面下面的图文, caption, 和乔叔的字序, 而这件事, 没有经过当年的中侨, 去授权, 没有任何书面文件, 没有任何书面授权, 更加没有任何的口头授权, 乔叔的作者, 当然是没有乔叔的授权, 就算有, 2017年8月, 一通电话, 一次查罪, 已经撤回了, 两次重复地撤回了, Revocable License 说过了, 不再重复了, 我所说的就是, 明知有2006年的中侨图习, 照样在2017年1月, 起意,即是起这个意思去上出版, 然后7月真的出版, 所以做的是什么? 盗版, 第三, 我愿意承担制作费用, 并将收益作词善用, 用途, 清楚了吗? 他们两夫妻一直以来, 尤其是刘世良出来说, 刘世良没有出来说话, 刘世良一直说话就是, 我没有说不卖钱的, 你刘世良在2017年1月16日的WhatsApp说清楚, 我愿意承担制作费用, 逗号, 并将收益作词善用途。 第四件事, 关键, 我不认识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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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善用途。 无论这一次, 或是涉协过一次, Joyne Sleep都是做中间的联络人, 并不是三人帮和两个贼公贼婆, 一起去骗人, 去骗版权, 去处理版权问题, 没有这样的事。 我看完这篇事后, 也做过一些我自己的调查, 人的文字都有, 有多于一个的资源, 我看到更清楚, 刚刚刚说的内容, 也有其他的东西, 我可以看得到, 我发觉到聂德堡这篇贴文, 基本上是可靠和可信的。 OK? 之前说过一些问题, 我想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澄清, 我们怀疑过, 包括我在内, 怀疑过聂德堡, 是否跟他们两个, 起码我是强烈呼吁聂德堡呢? 可以尽快澄清这些疑虑, 那聂德堡怎么这样的时候, 最后才出来澄清呢? 我觉得不能怪他, 首先这件事的发生, 就是在上个月尾的时间, 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OK? 428嘛, 刘世良就发7分钟的短片, 是不是? 当时聂德堡是被他摆上桌子的, 他整段片里, 说到记协聂德堡将他黏在一起, 其实是一个转移焦点的陷阱区, 然后被充分利用, 聂德堡是被摆上桌子, 聂德堡是没有参与过, 即是刘世良夫妇要跟蓝祖, 欠谈这个授权问题, 也没有去处理他们两个出的上书有关的版权问题。 有人认为聂德堡是否做过城寨的节目, 今天是否跟刘世良很熟, 于是和他是一堆人呢? 或者这么说, 根据徐少华所说的, 即是在结婚的时候, 刘世良答应了做聂德堡的婚礼主持人, 最后就是邓太太, 叫了当时还是很熟络的徐少华, 去代替刘世良成为聂德堡的婚礼主持人, 很多人说聂德堡和刘世良很熟, 刘世良就是想创造这个假象给大家, 刚刚说两件事, 一个是去那个地方主持节目或做节目, 想过去城寨节目, 和做个婚礼主持人, 是代表跟刘世良本身揽头两脚, 跟他狼狈为奸吗? 我觉得这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任何的电台, 无论是香港电台, 什么新城电台, 什么商业电台, whatever, 你不会说商业电台当时何佐之, 所以说你去商台主持节目, 就等于你和何佐之好熟, 没有这样的事, 你说这个网台很小的, 各位不是的, 说真的, 他用你,他给钱你, 或者各方面的东西, 基本上是互相利用的, 就是一个贫主关系, whatever you say it, ok, 那这件事的地方, 是否等于, 是否两个之间成为朋友, 成为朋友, 互相揽头揽颈呢? 据我今天访谈, 有关的人士跟我说, 开始聂德堡是觉得, 这个都可以做一下节目, 不错, 淡淡如流水之交, 一直以来, 就是聂德堡女士, 是不是对他们, 就是对他们, 对夫妻都算ok, 情分呢? 当然有这样的阶段, 但后期呢, 基本上已经是, 因为他们本身的摩擦, 慢慢都渐行渐远的了, 这些情况是出现很多人身上, 现在很多的评论人, 以前在城寨, 就是跟这个刘世良一起过的, 共事过的, ok? 我不说名了, 起码有三四个以上, 其实都是, 有这样的迷途之反的一面, 实迷途其未远, 各今时作非的一天, 那么聂德堡不是那么出名, 他都不是什么好红的, KOL, 他现在在一间公司工作, 你在Facebook你就知道了, 他在Facebook再说一次, 没有关停, 你不要乱吹, 你click进去, Joyce Deep, 依然找到他的所有资料, ok? 即是说呢, 他在亚氏曾经做过这个编辑, 亦都是在现在任职一间公司, 他有患病, 那之后呢, 其实他做完一定的治疗之后, 也都是复职, 但是他身体依然是虚弱的, 我这个地方不是卖惨的, 而是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拖着病区, 当然有回应很多东西, 你说, 他有block过曹总一些信息, block contact,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些是小事, 因为我觉得, 任何人都可以选择, 和任何人沟通, 正如我都可以block任何人, 在一个地方, 在慢慢抹黑的东西, 当然, 你在我这个花园, 在那里, 阿尿, 拉屎, 放屁, 在那搞事, 我当然可以赶你走, block你, 因为这个是我的property, 我的facebook, 我的youtube, 是我的property, 欢迎大家来留言, 我是welcome, It's an open party, 当我发觉有些人, 在那里, 专门是, 开枪射击, 乱数射的话, 当然, 我有权赶你走, 你有权, 在其他地方发表你的意见, 我不妨我们的言论自由, 但我一定要限制, 你在我这个forum, 发表的自由, because this is my property right, 就是这样的基本, OK, 好了, 涅得宝这句, 先说回涅得宝这件事, 先说, 涅得宝呢, 基本上是, 即是说, 跟刘世良, 并不是说什么, 细胶啊, 揽头揽脚啊, 即是一张棉皮三个人,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关系, 没有这样的关系, 据我手指没有, 大家可以澄清这件事, 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关系, 那一开始很多, 他被人摆上台的原因, 一来就是说, 是涉及到, 刘世良七分钟的短片, 开了头, 然后有很多人, 就不断在说, 他呢, 是这个呢, 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坏蛋一样, 那我想这件事, 他说是ungrounded, 即是你说他是坏蛋, 究竟你的basis是什么呢, 是吧, 他离开记协的原因, 也都不是因为什么的, 所谓的犯法的原因, 他离开记协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身为一个, 这个叫做总干事, 他只有执行之权, 即是说, 执委会, 通过主席, 叫他代行权力, 没有财量权, 去做任何事, 而这件事, 他未必受得了, 而事实上, 他也受不了这种情况, 那你说记协这种组织的情况, 是不是meaningful, 对的呢, 我是有保留的, 任何一个机构, 协会, 董事会, 公司的董事会, 都不可能, 是巨细无为到, 每一个细节, 都需要提交到, 执委会去做所有决定, 那要授权多少给主席, 或者是总干事呢, 那当然要由, 记协的章程, 和执委会去做事呢, 我这个没有反对, 但我只是说, 现在执委会这种, 所有的事, 归于执委会去决定的这件事呢, 是不是对的呢, 我觉得, 有人有不同意的, 那当然包括了, 譬如邝明圈, 不是邝明圈, 包括了聂德堡, 都可能觉得, 喂, 我都觉得, 我自己是, 可以自己任是, 不可以自己, 自己, 决定一些这么小的, 都不行, 就觉得好无人, 就觉得好似做人家的橡皮图章那样, 做人家的打手一样, 做人家的执行者一样, 他觉得, 这个和他性格不符, 是这一点, 那你说中间, 有没有一些违反, 企业的规则等等的东西呢, 就交回给企业讲了, 据我所知就是说, 就是说, 他有一些, 想, 他有一些是想, 语一些东西, 但基本上, 不是一些, 涉及违法, 一度以上有规险的东西, 就是这件事, 和本案无关, 你可以继续说很多东西, 例如他哪一天, 在哪个地方去厕所, but there are irrelevant facts, these facts are irrelevant, relevant的point就是说, 究竟他有没有同流矿, 同流合污吗? 那他这篇声明, 昨天已经读得很清楚了, 就是不要, 他做联络人, 并不是做游说者, 你问我, 譬如你问我, 拿蓝祖的contact, 那我问蓝祖的声音, 可不可以跟他联络? 可以, 那我给蓝祖的contact, 给你咯, 我做这个联络人, 之后就了, ok? 还有一个基本的东西, 有些人执了一点, 就是聂德宝有没有取得有关照片, 他有没有涉及到一些照片版权的讨论? 有, 但记住, 这个是很细微的分别, 大家要听清楚, 不要搞错, 当时岑尔兰叫叶德宝, 你就去问中桥等等的情况, 就是中桥, 是不是中桥, 你就不去, 说他, 岑尔兰问叶德宝, 你帮我去访问刘世良, ok? 访问刘世良, 那访问完之后就了, 剩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记协议出版长刊, 长刊一度要想着, 就是说, 会不会将一些, 刘世良的, 即不是不是, 乔叔的一些, 以前的相片, 放到长刊那里, 譬如说, 长刊就是这个, 刘世良, 刘世良都是一鱼两鱼, 他投了一篇稿在苹果那里, 跟着也投给记协, 他访问稿, 好了, 我这篇稿在记协那地方, 曾经一度记协想过, 是否将有关乔叔的一些照片, 以前的照片, 即是六七暴动, whatever, 放到地方, 整篇就很漂亮了, 那么, 聂德宝最生命, 据我所知, 出来的长刊是没有这些照片的, 那么, 当时候, 就叫一个meeting, 一个流产的meeting, 就是说, 哎, 两边要谈一谈的, 即是基协, 和这个, 一个, 刘邝夫妇去谈一谈, 版权问题, 各位, 其实这个会议, 是有两个目的, 一就是说, 搞清楚, 即是关于, 记协长刊里面, 不是那个上书, 那个书, 是记协出版乔叔访问稿, 刘世良撰写的, 加的照片的版权问题, 但最后因为呢,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和聂德宝有关的原因, 最后不要问了, 总之这些照片不要放就行了, 只是放个访问稿就完了, 反正那份稿已经被刘世良捅了出去, 所以苹果那里, 算了, 就这样将其他样子放在这里, 跟着之后呢, 那些文字放在这里, that's it, 所以这件事变成non-issue,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们两夫妇, 很想讲一讲关于, 可不可以联络到南华早报的问题, 如果联络到南华早报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和他合谈这方面的版权问题了, 是不是? 讲过昨天那个聂德宝的声明里面, 这件事都没有了, 因为最后聂德宝就pass了南华早报的contact, 给矿和留, 他们已经变成non-issue, 所以会就没有开到, 在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没有开到会了? 就是这样, 因为这件事已经在之后处理了, 或者根本不成问题了, 所以不要咬住这些东西, 这件事就是很简单的, 那你说聂德宝这个人是比较世界里的那方面的各位, 你这样说法呢, 我觉得是不太通的, 对一个比我年纪要大的人, 他说这些说法, 我不尊重前辈了, 我先不要说专不尊重前辈了, 就算他是这样, 他做很多事情, 做过很多的公关方面工作, 你看他的履历很多, 在显鹤道shel做过, 是不是? 亦都在其他的地方做过, 你自己参考他的, 他的这个是Facebook里面的简介, 有他的履历在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呢? 他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 如何做这方面的事情呢? 但, 世界里还世界里, 就算你说他怎么世界里都可以, 你怎么会觉得他怎么可以, 但这件事的话, 我们一事还一事, 他这件事真的没有任何的事情, 我不觉得他这篇这样的声明, 他在说大话, 而, 第二, 有个问题大家会问的, 为什么你聂德堡, 要这么迟才讲这些真话出来, 整件事搞了整个月了, 现在才出来讲, 其实他都有讲到原因的, 我是相信他的原因, 因为他是合理的, 他怎么讲呢? 上个月初, 又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 当时是刘世良的七分钟短片, 即是怎么都说他的名字, 其实这件事都是枝节, 因为大家在针对刘世良抄袭, 侵权问题, 于是乎大家就不会再讨论这个叠德堡了, 后来呢, 长女声明都没有讲到叠德堡的, 但后来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很多不同的论述, 出现讲到叠德堡这件事, 于是炒起身了, 一炒起身的时候, 第一, 会影响到他自己个人的身心健康, 以及工作, 因为他已经复职了, 已经有工作, 第二, 工作, 因为工作的人会说, 七嘴八嘶讲这些问题, 他当然觉得, 要有变白的必要, 所以由开始的时刻, 到炒起身, 其实时刻已经两个礼拜, 这个两个礼拜, 他不回应是明白的, 因为焦点不在他那里, 而当焦点是他的前方, 你要他即日回应吗? 他不会, 他就停一停, 于是乎你想, 他问回, 你看过声明已经写得很清楚, 他问回记协, 找回当时的原始资料, 你问记协, 你都要执委会决定的, 主席都没有决定的, 执委会决定, 你要开会的, 要有人已决的, 先给回有关的资料给他, OK? 然后很多东西对得上好, 写完篇文了, 还要可能他和一些朋友们, 他互相执过里面的一些文字, 哪些应该减, 哪些应该加, 执完再执, 执完再执, 所以他那些numbering 都乱了大容的, OK? 我觉得很混乱, 起码很混乱, OK? 我会觉得很混乱, numbering, 不要紧要, 这个是非必要支点, 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会用很多时间去收拾这份东西, 那你想想, 两个星期时间, 要生出一份这么长的文字出来, 差不多我可以想象, 他每天都在写中的, 写完之后, 还要不断找人去看, 之后再收拾一些文字出来, 那你想想, 两个星期的时间, 合理时间, 最后公布这件事, 我认为是OK的, 我知道他也想找一些人去沟通这些问题, 但我知道有些地方不得其门而入, 也没有办法顺利地接通有关的人士, 有些人也想帮他说话, 也没有办法跟有关的人士聊天, 这件事就这样摊下来, 那变成了就是说, 那些人就希望想说服, 你不要再咬下去了, 或者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但是呢, 就不行, 那有些人是想, 就觉得被他block了等等的东西, 那是另一件事, 需要很多这样的graduates在里面, 但是这些graduates今天不必要之怎样, 重要的地方就是, 聂德堡是否同流合污, 这个就是, 同流合污是什么, 侵权, 诚信啊, 盗版啊, 有没有涉及到这件事呢? 我想这个整体的声明本身, 是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而我认为我看完这个声明之后呢, 我是被说服的, 我昨天都觉得, 表面上是logically sound, 但是我呢, 容有话言我要求证一些东西, 那今天我求证完畢, 我发觉到呢, 即是他说的东西是合理的, 这个我要重新的一点, 要给予聂德堡, 即是说并不是三人帮, 一张棉皮, 刘世良, 旷命圈, 聂德堡三个人掩, 三个人在围围围, 策动这一次这样的事变, 我觉得不是这样, 那当然你的怀疑很多个点, 譬如说他封杀曹家超, unfriend了他什么, 你想想这些是不必要之怎样, 一个人随时unfriend任何人, OK, 每个人骂完聂德堡了, 是不是等于说骂错了, 是不是都要说一句sorry呢, 即我都曾经怀疑过聂德堡, 我没有助实说聂德堡一定是坏人, 我希望他尽快出来澄清, 这是我的立场, 我现在怀疑得到澄清,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的言论有什么得罪, 聂德堡的话, 我都觉得是仅次去自怯, 正如最近有一位, 许sir是不是呢, 他都觉得是公开的跟我自怯, 我都相当, 即是说要多谢我的粉丝, 即是他要我多谢我的粉丝, 我没有什么粉丝, 即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灵魂, 但我只是说, 你愿意跟我道歉, 我当然是接受的, 我都很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隐于人之间,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沙沙沉沉, 每件事就是认叻认屁, 认屎认屁, 之后以为这样, 炒一盘牙, 做一个威武的形象, 就代表有形入甲, 人家不会侵犯你, 错, 错都很重要, 全世界的意思就是说, 每件事是否坚持你的真事, 还没做下去, 当我这件事做得不对, 我都会说, 我怀疑错这个人, 但你问我是否曾经怀疑这个人有, 曾经怀疑他没有, 有没有坐实他有犯罪的行为, 没有, 即是我不会好像有些人说到, 他一定是三人帮的, 那我就一定会这样说, 因为第一, 这条是支线, 这个是side track, 他是不是accomplish, 是不是共犯, 是part of the case, 但他不是一个重点, 现在澄清, 他不是牵涉在一边, 而他的澄清声明,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不只是说出自己没有part of it, 那我觉得这个很成功的, 也都很清楚的澄清的, 最重要是说回, 你们两夫妇, 刘世良, 这对夫妇, 刘世良和旷永圈, 你们骗人, 不过他不会说, 你骗人, 他将旷永圈女士2017年1月16日的WhatsApp通讯记录, 直接一句一句call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整篇, 他的声明最精彩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冤枉我, 即你要放我上桌, 是你428, 刘世良的7分钟段片开始的, 此作俑者就是刘世良, 后面几多人code up那些东西, 是后面的事, 但是primary producerof the whole rumor, 是刘世良, 于是他说的地方就是这件事, 之后就说回刘世良, 他当时1月16日, 黄明雪刘世良的夫人, 怎样传一些文字给他看, 除非你否认不到这些铁精如山, 而且我看的primary source, 不需要纪业, 我认为同一个screen, 夹了这三句话, 你死不死, 所以我说这件事, 是需要搞清楚的,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我都比较, 我倾向肯定, 这个抗命圈, 不是抗命圈, 是这个聂德堡, 是没有牵涉在一些, 盗版, 侵权, 或者是助纣违约的行为, 他和刘世良, 和郭明圈的女士, 已经当时已经淡淡如水, 甚至有一些, 戒替在一边的, 今时今日, 你再将他们三个人绑在一起, 对于聂德堡女士是不公平的, 我希望说清楚, 这个和蓝黄没有关系, 和事实的真相有关系, 不要常常都凹顶, 没有什么, 这件事实真相就是这样, 那你说, 我们更加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有一些位置, 我现在都觉得, 有机会, 旷运圈女士可以回答的, 我只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come over, 任何的USB, 即是说, 现在陈翘的家属, 陈翘的不生心血不见了, 其实这个文不见了, 他声称给了流矿, 之后找不回, 而刘世良在24分钟的短片中说, 他从来没有come over, 你不要冤我, 导致, 再次去诽薄, 这么说吧,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聂德宝女士, 你由始至终, 有没有handle过, 有没有见过, 在哪个时间, 哪个位置, 去接触过, 或者处理过这个USB, 或者相关的光碟, 跟你有没有关系呢, 可否这个地方,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呢, 是差这个点, 我不是说, 聂德宝, 你一定是和这个USB有关,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你没有这样, 原外之音不断是这样, 不断在想象中的原外之音, 没有这些东西, 我只是说, 你是不是说清楚呢, 你是不是知道, 看过这个USB, 是由乔叔交给流筐呢? 这个就是我剩下的问题, 我想其他问题, 基本上我已经得到澄清了, OK? 那么, 我只是想说一句, 就是说, 我都很肯定, 既协的前后的主席, 不论是岑以兰, 或现在是阿星哥, 其实都很知道内情, 我想, 我说的这些东西, 可能我不可以说每一句话, 全部都是100%, 每一粒字都是说, 完全是他们的意思, 但我只是说, 这件德宝事件, 应该是这个地方画上句号, 我想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了, 这个得到广泛的, 就是认同, 和大家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OK? 所以我想, 这件事, 我想在这个地方, 为聂德宝的案件画上句号, 但, 刘世良和这个, 旷永圈的案件, 是并未画上句号的, 他们两个未画上句号的重点, 就是他们不肯道歉, 就像老徐所说的, 就是他们肯道歉的话, 整件事就放开了, 就是你肯全面真诚地道歉, 愿意, 将你的不法所得, 不当得利, 不喜欢说不法, unjust enrichment, 将它能够撥捐, 双方同意的一个合法的慈善机构, 以及消除影响, 消费书籍, 停止出售, 宣传, 展示, 出版, 发行, 这件事就结束了, 你不要, 因为你承认不到, 承不下去这个责任, 你觉得承不下去, 各位, 你现在是聂德堡这件事首次讲到你, 由之中是明知道人家的盗版, 各方面的已经最正确了, 你要暗瓦底, 和人家递出橄榄只是你的自由, 但公众要的, 不是看到你暗瓦底, 做些暗箱操作去递橄榄之, 何况现在我所知是没有了, 而是你公开地将这件事说清楚说明白, 我同时都呼吁, 之前呢, 即对于Joyce Nipp, 有很多的一些限言限语, 或者是诽谤, 或者没有诽谤的, 诽谤不算, 因为你要故意才诽谤, 因为你说的东西和事实不符, 导致到他的身心有受影响的一些说法, 我不可以说诽谤, 拉布, 他一些是你真诚的一些合理的怀疑, 一些叫conjectures, 这些情况导致他有的不安, 也希望有关人士予以道歉, 不是向我道歉, 而是向Joyce Nipp公开道歉, 也希望我在这个地方都说, 我曾经有一定程度的conjecture, 我都愿意在这个地方, 诚意地向聂德堡女士道歉, 因为我真的不知情, 我希望你能够现身说法, 并不代表你说, 你有这个所谓的不沉默的, 你没有不沉默的自由,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你没有乱闻, 你绝对有沉默的自由, 但是我鼓励你令我说清楚, 因为令事件真相清晰, 而我们都很多谢你, 说清楚, 澄清我很多的疑虑, 同时我希望, 很多对你的身心, 有创伤的一些文字的人, 能够在这个地方跟你说一声sorry, 我说这个很重要, 不论地位有多高, 不论你的面子有多厚, 不论你自己觉得你的权威有多重, 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流矿两个人, 他们无论地位有多高, 有多少粉丝都好, 各位, 你错的就要认, 打就要站定, 这个我再重复一次, 是我今天的一个新发言, 而这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 懷着一个心态就是聚焦现在的争议, 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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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多次, 侵权, OK, 聚焦侵权, sure win, 偏离这件事, 去说一些, 哎呀, 哪个KOL, 或者哪一个评论人的是是非非, 哎呀, 他这个人真是不合格了, 这个人真是差了, 这个人讲假话了, 这个人就是沙沙沉沉巴之闭, 是呀, 这个人原来有这个问题, 你这个side tracking, 就变成了整件事要开花, 没有办法聚焦, 结果就是整件事不能结束, 然后影响极大, 我们能够聚焦讨论他的侵权问题, 共产党都咬我不进去, 譬如说很简单, 我不会讨论, 哪个哪个人, 就是某某人士指名道姓, 开了名, 这样骂他, 第一, 给他机会改变, 第二, 我们的重点不是讨论这些, 我们是去平头品足, 香港各个不同的评论人, 我们都不会希望人家平头品足, 你们各位, 和我自己, 刚才说不会这样, 但我希望这件事要搞清楚, 第三, 就是觉得这两个礼拜, 有极多一些, 没有头像, 没有like数, 开了很短时间的币, 这些币, 我无论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影响都好, 我会觉得这些币是不可信, 当大家看到有些币, 没有头像, 没有那个portrait, 没有任何的说明, 他自己是什么人, 没有任何的post, 差不多没有post在下面, 就是开来, 用来看东西的, 开来sniff around, 然后在留言跑, 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 骂我或者赞我都好, 贊我, 骂我, 也要担心的, 不是说赞我, � 一個沒有頭像 一個沒有說明自己的東西 沒有任何的 post在下面的東西 我一概 視這些為 一些suspicious accounts 可疑的賬戶 而這些可疑賬戶是近這兩個禮拜多了 中間我不可以說任何都是共產黨擺佈 但有沒有共產黨的痕跡 分分鐘有 想激化彼此的矛盾 而我們避免共產黨分化的位 就是我們評論人之間 不要人身攻擊地 互相在指罵 你不是法官 你不是在跟大家說 某某某這些評論人 他做這些完全錯的 你看 這件事證明到 A軍有什麼錯 B軍有什麼錯 C軍有什麼錯 犯起大家unsubscribe他 我只是討論一件問題 我不管大家是不是unsubscribe劉先生 當然我沒有unsubscribe過他 沒有unsubscribe的問題 我只是一件事 侵權責任要認錯 道歉 認錯 認錯 什麼叫道歉 聽不聽得明白 是不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什麼的認錯 什麼道歉 道歉為了什麼 為你侵權道歉 為你的不誠信道歉 為你怎樣屈辱到 羞辱到 陳喬和他的家人 而道歉 賺多個錢 捐給慈善機構 有關的所有的 這些這樣的書籍 盜版書籍 全數銷毀 停止出售 人家退貨 你退回錢給人家 然後 要銷毀的全部銷毀 不再出售 不再出版 不再發行 不再展示 不再宣傳 Clear 很清楚 是不是 我昨天說 做人不要太湯渣 再人渣 都不要做湯渣 再無糧 都不要做細糧 我覺得這件事 是最嚴重的問題 到今天 我可以這樣說 整個月 我看你無意去做道歉 你做道歉 我何時都歡迎 The file will be closed 我都不會這樣做這節目 但我覺得身為一個 離散的一個香港人的一個評論人 看到 一些在海外的人 繼續 討論一些 DNA的問題 什麼唐人街的問題 這些是粒母子的東西 黑五雷 唐人街 黑五雷 這個中華文化DNA 用這個方式來看 不通 我只是擺事實說證據 說清楚這件事是怎樣 聶德堡有助於將有些東西切開去 澄清了 流礦兩人的基本的謊言 而這件事是無從狡辯 劉西良 是一個很失敗的 spin doctor 三篇不同的 這個videos 是不是 一篇講 即是七分鐘的涉及 記協積極參與的問題 不盡不實的報導 基本上誤道 第2篇 不點名攻擊徐少華 搞話很多人是道極他 羨慕他 中共的什麼 文化DNA 中國文化DNA 文革式攻擊 別有用心政治目的 這些叫 注心 第3篇24分鐘的解說 說否認自己偷或者騙 他說 指控喬叔屈錢 和騷擾家人 全程是一種 捏造的一股市 1 誤道 2 誅心 3 詐騙 所以我說了 這件事已經到了一個 荒謬的地步 跟著自從這個24分鐘的短片之後 到現在 不說了 不管了 以為這樣要是 不了了之 各位 對嗎 聶德堡的這篇文章 是否最後來的一塊拼圖呢 未必是 Maybe there's something more 但我覺得 聖餘的基本上是一個 supplementary的作用 整條主線已經很清楚 由第一天發生的事 我們可能有些uncertainties 到現在 好像真理越變越明了 那些事越來越清楚 而這麼清楚 我誠意邀請 這兩夫妻 俗稱 責公、責婆 劉細良和 方永軒 公開這樣道歉 你肯去公開 全面認真道歉 剛剛做到我 剛剛說了三件事 我當然會收回 對你 責公、責婆 你的稱呼 因為你肯道歉 我就不會再追究 也不會再在那裡唱你 一切和好如初 但你不肯的話 不好意思 我這件事就成為了 大家心裏面的一根刺 無論你多厲害 多懂得拋書包 口才多好 各位 人要有德有才 有才而無德 比那些無才無德的人更壞 一個惡不群 是比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易打鹿更壞 你懂得武弄關刀 但是你的心是邪惡 想殺人 比你不懂武功 不懂關刀更壞 這個小時候 任何家長 都會跟小孩子說的東西 任何老師 都會跟學生說的東西 為什麼這些簡單道理都不明白呢 我希望這些事大家要搞清楚 OK 整件事 我想 在這件事件上已經有分明的看法 如果你說不同的 有不同的看法 我很歡迎大家 可以拿出來 把它說清楚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做錯的東西 說不對的東西 就道歉 任何人都一樣 如果你說 我想這個道歉 這件事是重要 人呢 經常都做錯事 不要做些 太大的錯事 小錯事 就可以道歉 微補到 微補 我要的 不多的 就是這麼簡單 OK 口頭閃 就是這麼簡單 OK 希望大家 這個 這個 明辯一點的 是非 未來如果有新的證據 新的事證 我們都會做節目 但是我想 我不想到 七嘴八嘶 一直重複同一個觀點 接著聚焦 不要 換散大家知道 怎麼去打其他人 沒有必要 有些人支持劉細良 有他支持 有些人不支持劉細良 就像我這樣 大家就繼續 Stand Stand 互相對打 我們如果對事 去做論辯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對於這個人 你是壞人 你是chip人 你看看你都是這樣的 那些 已經是 叫魂開去 你已經拆開來講 一拆開去 那些人就不會focus 因為這個網絡 是鯊魚世界 剝花生 大家有氣看 就OK的 那這些除了所謂 充高某一些 KOL 我不喜歡這個名字 KOL的這些 點擊率之外 或者所謂的流量之外 錢之外 增加他的錢之外 是沒有任何好處 沒有很多人想這樣說 是嗎 去做這些 去拆開來講 我覺得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OK focus 是應該要focus的事 不要再說 我覺得不要再把聶德堡 放在 劉礦案 劉細良 擴命圈案 裡面 OK 即是 對於聶德堡的 繼續追殺 我當然開放大家 有新的討論給我看 但我覺得 大家的疑問 我大部分已經解釋了給大家聽 事實是什麼 希望大家明白 下一節再說 各位 谢谢观看